來吧 香港的武打電影 是從粵語片時代 至今的彩色的武打電影 這個武打電影傳了一群幕後的功臣 付出他們的血和汗 有什麼呢? 有龍虎武師 有替身、有指導 靠這群人在幕後 不斷地日以繼夜去創新 去想一些難度的動作 向高難度添切 這樣才有香港今時今日的電影 衝出香港, 邁向世界 造就了香港獨有的文化 他怎麼找你呢? 我也很奇怪 當日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也奇怪 大哥, 你… 一個人做都行 對, 哪需要我呢? 當然在我的心目中當然開心 他看著我入行 我們前輩有香港這樣的份量 找到我幫忙 所以他…都說… 沒有, 大家困著而已 我覺得大哥… 我覺得大哥這份人沒什麼所謂 大哥大, 洪金寶不停給機會 他認為有潛質, 肯拼搏的後輩 錢家樂就是其中一位 是, 洪金寶叫我上的 是 他知道你是什麼類型的 做你什麼類型的角色 配合你所練的東西 功夫等等, 你也可以的 是 所以他認為我適合做 給我一個機會上了 除了在電影方面 帶到文化給年輕人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途徑帶給他們 他吸收不到中國 他覺得我們以前香港的那種功夫文化 就算我叫我兒子看李選雲 他不覺得什麼 香港的年輕人 不知道李選雲是誰 那倒是 沒有這種文化, 學校也沒有說 電影在90年代 已經沒有這種功夫片 所以最近我很開心的一件事 不是賣廣告, 而是 《葉敏》這部電影很成功 我也聽過很多的同門師 有些師兄弟師傅 有很多年輕人走上來 這間武館是學紅拳, 他也會問的 有沒有詠春學 有沒有詠春學 變成這樣… 又可以帶起功夫的熱潮 就是詠春 他不知道這間武館是什麼 紅拳, 蔡麗粉都不知道 總是武館 上了武館, 有沒有詠春學 有沒有黏手 我覺得這個潮流又開始來了 葉敏, 大家很穩穩 其實什麼? 其實是中間的東西再抄一會 觀眾太久沒看 這個所謂的拳腳片 可能是太久沒有 大家又回來了 因為… 很重要的 為什麼八十年代 這麼多喜劇片呢? 因為七十年代 李小龍的年代 就是英雄片的年代 哇… 每個人都勁得不得力 民族英雄精神很重要 英雄得多 大家都想看看 是不是每個人這麼英雄 不是小人物回來了 就是五福星, 最佳法庭 那些… 那些回來了 小人物都可以成英雄 不過是由小人物開始 小人物很久 又不夠勁 又回到英雄 葉敏其實也是這樣的 突然間… 其實這本精武門 李小龍換了 因此單靜 由李小龍的雙折棍、設拳道 改為寧春 都是兩隻手兩隻腳而已 是呀, 就變了那麼多東西出來 怎麼變了那麼多東西呢? 是不是呢? 雙手兩隻腳 不是這樣打就這樣打 一拳打過來 不是直接打橫的 不會這樣刀頭這樣刀的 是嗎? 但是那個官林刺激已經到了 因為人類的要求是越來越高 黃飛鴻年代 就是到了張哲年代 張哲時就噴血 拿著血包到處噴 到了另一個就是 嘉良國他們做了 他以前的功夫 他自己做了導演的時間 嘉良國就放了那些 以前最流行的片頭就是 先殺到拳 虎鶯雙營、公自服服、貼錢拳 很多這些東西 好了, 到金虎大哥 當然有些翻跳騰 因為你們是買打斑斗的 就將這個技術性 是去到最高的 去到這個歌 大家看看在地面 你能夠打到什麼 然後隨刻就去到 程小冬、菲利菲 要靠一點威也 和電影鏡頭的技巧 就去做 到今天 我覺得有兩種 一種就是葉文 大家很興奮 其實什麼 其實就是將間時的東西 再解僱一輪 觀眾看來沒有看 沒有看 很久沒有 我們經常說電影 就是一個循環 一個圈 題材 如果一個主流電影 就是五年 找到一個題材 譬如說 十年 十年的 電影拍了一百年 沒有拍攝 電影拍了那麼多 現在唯一還可以變一件事 我覺得是甚麼 就是我們與時並進 跟電影的科技 現在那個電影技巧 當然我們去不到 對於Hollywood那麼高的水準 但是保留我們無耳片的特色 這又是一個 我覺得是最新的 我們無耳片的一個新的趨勢 對, 你不是最近有一套印度 印度片你也去拍 真厲害 咖喱雞好吃 咖喱雞好吃 對, 咖喱雞好吃 怎麼去咖喱雞做事呢?拍戲呢? 那些咖喱怎麼找你呢? 我也不知道, 我嘗試好笑的 有一個印度人 認識一個香港的攝影師 想找一個角色, 誘惑我 那個攝影師就說 找劉家輝吧 對, 她也不知道是劉家輝 她當然說, 誰是劉家輝 在裡面做了一個中國人 當然是壞人 那我是說普通話 普通話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現在的外國片 無論是荷里奧和波利活的戲 他能夠接受我們說自己的話 他要你說自己的話 對, 如果我說得很棒 印度話就沒意思 他覺得 所以他覺得 如果喜歡亞洲文化 喜歡中國文化 聽你們的普通話 電影的文化不同了 他很像外國人 對, 很奇怪 就算你邊門邊派 一定有我們後面的獅子 獅龍 鼓, 茶茶 必定有 像我去到美國 甚至見到歐洲 很多洋人拿起我們中國的 龍、舞、獅子在打 即是說我們的中國功夫 已經發揚到全世界 反而我覺得 我眼看外國很多洋人 都學習中國功夫 反而回來香港 看到香港的年輕人 沒有一個肯學 我們以前的武俠片 其實在外國已經很流行 尤其是有色人種 他又不懂得聽你說 有動作 全部看動作 打到飛起, 他們就覺得刺激 所以到時, 今時今日 香港還在做動作 所以我最記得有一次 我去到紐約 去紐約我去八佬會看表演 看完表演出來 說很多人想要切車 我妹夫就說, 你等等 就走出外面, 去駕駛的士 我站在那裡, 祖骨頭和太太 忽然有人拍一拍我 一拍, 一拍我回頭看 我的手比我的臉大 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 是, 高手的 很大的 扭你打 我再回頭一看 看 在上面 一個黑人… 不過年輕人, 立場 我心裡有什麼事 當然看過你的電影 他說你是不是… Danny Chan… 對, 我們看過你們很多片 別說是片 其實要我簽名而已 我差點簽在他的手上 他的手有多大 大手吧 我可以說香港電影 動作片, 補合片 可以全世界知名 可以帶到表演 帶到表演 所以現在其實應該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香港舞打演員是外國人心目中的貴寶 舞蹈員會為他們報名天羅地網 聽說你又去了外國 荷里胡那邊發展 聽說跟很多國家合作過 怎麼會請你過去呢 我就奇怪, 你怎麼找到我呢 因為不是香港的人找我 就… 打電話給我 然後再電郵 到我開工時問 我們已經找到我的 是…我也會問的 我找這個網 上這個網搜尋的時候 你看看 我那時候才知道 十多年前我一看 由我入行 到我最新改靈的資料 都齊全在這裡 非常好 不僅是我梁小雄 就算幕後做舞獅子那些 是… 舞獅子那些 他們都說出來 誰誰做過, 誰誰誰做過 都說出來, 他們比我更厲害 他們對我們香港動作片的… 就是迷 是, 沒有癡 癡, 真的是公癡 你過去了 外國地方當然有些議員不通 你怎麼跟他們溝通 動作怎麼量 英文一定需要 你去哪裡都… 譬如我去土耳其, 去蘇聯 去蘇聯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都說不說英文 我們很多那些術語 譬如釣毛抽慣 對… 你怎麼跟他們溝通 我們釣毛抽慣沒有英文譯 沒有譯的 好, 接著我們跟他們說 好, 沒翻譯 只有廣東語 廣東語, 廣東語 就是廣東語 釣毛 釣毛 我不用英文了 釣毛 一說釣毛的時候 我就說廣東語釣毛 為什麼? 怎麼說釣毛 這句話很聰明 你一知道你說釣毛 釣毛, 釣毛 我懂… 大家都知道了 去蘇聯、印度 全部都教了釣毛 釣毛, 抽掛, 撞牆 全部知道了 我們用廣東語的術語 跟他們說話 我們全都吸收了 拍了聖文和拍攝之後 學會了怎樣借… 借位 怎樣用紙皮盒 怎樣學彈藏 就被我們偷了 張哲導演的那些舞踏片 是的 李小龍的那些動作片 全部是… 可以說跟聖寶流拍攝有關 再加上紅金寶, 聖龍 他們那些真是很像 因為要給觀眾看 我們那些真材實料 一代一代不斷地進步進步進步 難度再難度 雖然我們當初拍聖寶流拍攝 那裡學會了很多東西 我們將那些東西慢慢演繹成 現在荷里活都要請回我們 請回我們這些人 香港武術指導 香港的武師 剪接, 導演 吳耳心, 劉毅強導演 徐克導演, 林瑩忠導演 全部都拍過世紀 他們需要跟我們學會 所以我們香港的武術指導演 動作片是… 獨家的 No.1 香港武打電影的成就 令每個香港人感到驕傲 因為電影中的每一個動作 都是對武打演員 意志、體能的大挑戰 試問一群同業哪一位沒有受過傷 流過血 但是相信在他們最初參與拍攝的時候 只求完成托付, 不問獎牌、獎項 奶茶、鴛鴦 彈撻是香港人的自愛 但吃甚麼, 喜歡吃甚麼就吃甚麼 打開頭不會出聲, 肩麵紅 吃完之後走過去說, 喂, 投訴 茶餐廳經常給我一種很溫暖 有家的感覺 茶餐廳是… 非常能夠代表香港其中一樣的 下集唐人飲西茶 我們一起探討另一獨有文化 詞句玩樂 詞曲, 司 詞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編曲 柏